嗨,大家好,我是坦平说 带来讲真正的中国 今天是2024年9月3号 这一期啊,咱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上也有什么变化 根据乌克兰方面说法 库尔斯克地区乌军进展顺利 继续调动部队向库尔斯克推进 据称乌军人数达到了3万人 这个乌军总司令啊,谢尔斯基还在部署人员部队 对乌克兰来说啊,占领克列列沃 吃掉被包围在格鲁什科夫斯基区的这个 也就是塞姆河南岸啊 一千到三千名俄军 这个非常重要 并且这个塞姆河上面的三座大桥 五座浮桥先后被炸毁 被包围的俄军正面临 也就是弹尽连绝啊 后勤供应跟不上 山源送不走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表示啊 库尔斯克地区的行动 正在按照原定计划进行并将完成 泽伦斯基称 库尔斯克行动将会有效缓解 波克罗夫斯克和托雷斯克方向的困难 也就是在这个乌东前线啊 也就是这个红军村啊 这个地方目前乌军啊压力比较大 那么乌军在库尔斯克的动静越大啊 就有利于红军村的这个乌军啊 缓解他们的困难 由这个西尔斯基指挥乌军在库尔斯克进展 非常逊力 突破了啊 俄军一些重要的防线 结果导致这个俄军啊 产生这个惊慌骚乱 因为这个很多传言啊 在这个库尔斯克蔓延 导致这个俄罗斯后方啊 就是在库尔斯克发生这个擦枪走火 有军互相伤害这个事件 俄罗斯的军事博主报道称 一群俄罗斯民兵在关键的库尔斯克到利克夫补给线路上 向一切移动物体开火 造成数人受伤 什么意思呢 这个也就是俄罗斯的军事博主叫萨蓬科夫啊 他说啊 在这个E38高速公路附近 俄罗斯的叫领土防御团 他们接到通知 哎或者是传言 说乌军的先前部队已经到了 要通过这个E38公路要进攻这个利克夫 哎他们这个叫领土防御团呢 是在那儿防守的 所以他们高度紧张啊 向这个高速公路上一切移动的物体开火 这个实际就是俄罗斯军心崩溃 库尔斯克的俄军啊 现在是金公之鸟 草木皆兵啊 这个军事博主说啊 发生交火的地方 实际上是在前线的后方12公里 也就是说离真正的前线还12公里 那也就是说啊 这个领土防御团啊 开火的目标 恐怕就是俄军自己 根本不是什么乌军的先前队 也就是啊 他们已经互相开 互相射击啊 这次啊 乌军这个谢尔斯基啊 挥师进入这个库尔斯克 确实是神来之彼 那最主要是给俄罗斯的这个 上上下下呀 进行啊 一击重击啊 这个俄罗斯的库尔斯克 这个地区啊 被乌军占领后啊 由于这个俄军束手无策 迟迟没有办法 把乌军给赶出库尔斯克 这个也给俄罗斯国内 善善下下 造成了很大的压力 正在一筹莫展的时候啊 突然之间啊 这个迪宝老人恐怕开窍了 哎 他想起了还有法律这个武器 迪宝老人说啊 要拿起法律的武器 不管用枪 用枪 用大炮 把乌军给赶出去 还有用法律的武器 把乌军给赶出去 俄罗斯外交部说啊 乌军供应武器的西方制造商 这个俄罗斯外交部的叫 米罗·施尼克 在接受卫星通讯社采访时表示 俄罗斯可能会指控 乌克兰武装部队 用于攻击平民的 西方武器的制造商 因为他们至少 加入了确认袭击的方向 米罗·施尼克说啊 在某些情况下 我们准备对此类武器的供应商 提出指控 但谈及贸易时 所有数据 袭击方向 至少得到了制造商的同意 他还指出西方武器使用的场景 特别是美国的陆军战术导弹 对卢干斯克的打击 英国 法国 风暴阴影导弹系统 对赫尔松地区的袭击 也就是说啊 这个 他没有办法告这个 英国 美国 但是他要告这武器的制造商 不管这武器是用在了 赫尔松 卢干斯克 还是用在了俄罗斯领土上 叫普尔斯克 总之 你们一个的别想 我要告诉你们 谁让你们提供武器给乌克兰 你说这个滑稽不滑稽 是不是啼笑皆非啊 这个 俄罗斯恐怕在 库尔斯克已经让乌军打得晕头转向 有些神志不心 居然相切告这些武器制造商 可见这个 迪伯老人还是 非常爱好法治啊 对吧 一切在法律的轨道上解决 俄乌战争啊 打到现在已经打了快三年了 从刚开始的一小时二十二分 钢铁洪流 一致长舌症 泽伦斯基不敢看 迪伯老人的眼睛 到现在呢 乌军在俄罗斯领土上 开疆吐吐 横扫四方 那些黄鹅说 俄军包饺子 幼敌深入 一举歼灭 显然啊 都是一厢情愿的 一派胡言 这个库尔斯克的这些俄军 已经是魂飞魄散 早就没来斗志啊 还怎么包饺子啊 所以你看啊 这个战打到现在打成这样 有关有总结啊 是吧 俄罗斯即将失败的五个依据 大家看视频 国外分析人士认为 俄罗斯在俄乌战争中即将失败 该判断基于以下五个证据 一 乌冬的俄军呢 出现弹药 食品与药品的短缺 俄军士兵面临饥饿和病痛折磨 整体士气低落 无心作战 二 虽然俄罗斯总兵员多于乌克兰 但战场伤亡已达六十万 有效战斗部队严重不足 战争资源不断流失 全民动员后的乌克兰可用兵力优于俄罗斯 三 两年半来呢 俄罗斯占领的乌克兰土地都不被国际承认 那俄罗斯的国家形象因此一再跌落 四 随着俄罗斯弹药与兵力不足 西方国家加大支持乌克兰 逐步放开援助武器的使用限制 体现出对俄罗斯先消耗在歼灭的战略 五 普京面前只有三个选择 退兵和弹 战败分裂 用核武器 所有选择俄罗斯都输 而且俄罗斯政治精英们也不同意打核赞同归于尽 走到那一步时或将爆发政变 对此你怎么看 欢迎评论区讨论 在这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刚开始的时候就说了 满足两个条件 乌克兰必胜 俄罗斯必败 那两个条件呢 一个就是美国支持乌克兰 美国要坚定的支持乌克兰 第二个就是乌克兰人的抵抗决心 这两个条件只要一满足 俄罗斯必败 乌克兰必胜 换种话说就是 俄罗斯啊 他就没有赢的可能最终俄罗斯会被拖垮 传言啊 说这个迪宝老人呢 把这个在库尔斯克的这个拉平山架撤职 派这个烧乌克啊 到库尔斯克 但是这是传言啊 我觉得这可能性比较小 因为现在迪宝老人高度防着这个烧乌克 正在清理烧乌克在国防部的余毒啊 正在捡唇鞭 这个时候把烧乌克放到库尔斯克 让他手上还有兵权呢 这个非常不安全 说到烧乌克啊 这个迪宝老人现在简然啊已经是手足无措 他已经非常敏锐的啊就是感觉到了俄罗斯国内 恐怕弥漫着一种异样的气氛 就俄罗斯国内随时都有可能爆发这个内乱 有西方媒体报道说这个在加利林阁漏啊 现在有很多游行机会 要求加利林阁漏脱离俄罗斯要独立 当然这个加利林阁漏因为地盘太小 这个对普京来说问题恐怕不大 但是割成像俄罗斯远动的一些边缘边疆地区 由于这次打仗啊 他们是重灾区 他们死在人最多 他们得到锻炼的部队也最多 这个是相辅相成的啊 对吧 您说这个迪宝老人就从这边缘地区啊 征兵到乌克兰去打仗 打了两年多 虽然死伤惨重 但是毕竟还有很多是活着的 那这些人恐怕以后啊 都是这个地区这个动乱的根源 一旦有风吹扫动啊 这些地区恐怕叫独立 叫脱离俄罗斯 那这些人呢 恐怕就变成他们的骨罐力量 拿起枪 他们有经验 所以这个迪宝老人现在啊 不仅去了车臣去安抚这个卡德罗夫 让他不要庆祝万动 给卡德罗夫这个利益交换了 封他是车臣的铁帽子王 我昨天看报道 这卡德罗夫又命 就是安排自己16岁的儿子 那个小卡德罗夫 当车臣的这个安全局的局长 这个卡德罗夫的儿子 也就是卡三代 他们现在正在跑步接班了 这个都是迪宝老人受益的啊 就是以此来交换 希望这个车臣能稳定 不要到时候独立 第一个闹事 这不你看啊 迪宝老人又去了图瓦共和国 同样的啊 也是迪宝老人十几年来 第一次访问图瓦共和国 这个图瓦共和国 还有个名字叫唐努无良海 也是这个汉代的名将 李林最后的归族地 应该就在唐努无良海 迪宝老人为什么去唐努无良海呢 就是去图瓦呢 这个恐怕一方面是 因为这地方 冰原消耗太大 老北京怨气比较大 这地方发展比较落后 这个跟莫斯科 圣别的宝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老北京不满意 第二个呢 这是烧一谷的老家 迪宝老人要动烧一谷 要让烧一谷背黑锅 那么他要先来打个预防针 把这个图瓦共和国啊 先给他稳住 不要到时候 那边把烧一谷一抓 这边乱了 有人趁机搞事啊 这应该看作是迪宝老人 收拾烧一谷的一个步骤之一 可以理解成这个迪宝老人 对烧一谷也是温水煮青蛙 这个地方对迪宝老人 叫温水煮青蛙 那迪宝老人对烧一谷 也是温水煮青蛙 另外一个角度呢 就是9月2号 这个普京参观了 俄罗斯最大的一个佛教寺院 也就是位于图瓦共和国的 叫图顿写珠林 这个叫图顿写珠林啊 寺庙建筑群 是2014年开始建造 落成典礼 2023年4月28日 在图瓦共和国首都克兹勒举办 这个寺庙高56米 总面积公寺 是俄罗斯最大的佛教寺院 你看看啊 迪宝老人为什么 跑到图瓦共和国之后 要去最大的佛教 这个寺院去参观 他去车城啊 他作为一个东正教的教徒 他亲吻那个古兰经 现在他又作为东正教的教徒 他进那个佛教寺庙 会不会跟哪个菩萨拥抱一下 这也不知道啊 没有报道 为什么这么做 所以这个迪宝老人 现在是叫安抚人心啊 就是俄罗斯的这个 各种宗教都有 多民族宗教 多种文化 非常复杂 你看前面到车城 是安抚穆斯林 今天到图瓦 实际上是安抚教徒 他这一切都是为了 现在要稳住俄罗斯国内 迪宝老人为什么这么紧张 因为他已经嗅觉 他感觉到了 俄罗斯国内不稳 对吧 国内积蓄一股力量 是在反他的 现在就缺正臂一呼的 皆刚而起的 缺一个带头的 比较有意思的是啊 这个9月2号 普京在图瓦的首都啊 叫科兹勒市 第20中学 举行的公开课上 也就是他在那 一个人在讲台上啊 在那个论坛上 向下面这些记者和学生 讲话 侃侃而谈 他说啊 俄罗斯人对学习汉语的兴趣 日益浓厚 包括他的家人 这是普京第一次啊 谈起他的家人 以前没听说过啊 普京说啊 我家里的小朋友 也会讲中文 说的很流利 普京还指出 在中国 大家对俄语的兴趣 也在增长啊 这个当然主要是指家头啊 家头对俄语感兴趣 或者这个信息 他是从家头那儿得知的 上一个国家领导人呢 哎 说他的晚辈 喜欢中文的 我记得那就是特朗普嘛 好像那个伊万卡的女儿 还有这么儿子吧 两人背唐诗 结果这个唐诗一背完就坏事了 春风不渡 欲门关 这一下提醒了特朗普加冠税 这一回迪宝老人谈到了 哎 他们家的小朋友 也会中文 也会背诗 只不知道迪宝老人 要对大国 要憋着什么坏呢 加冠税他是加不了的 那就挖个坑吧 反正上一次 有个美地的领导人 他秀中文 最后就把咱们 关税给加了 这一次这个 俄爹秀中文 也不是好事啊 这个 大家可以听这个 迪宝老人自己是怎么讲的 大家看视频啊 我们再看看这个外交 以及国际援助 罗马尼亚议会 将于9月2日审议一项 关于向乌克兰转移 承诺的爱国者系统的法案 根据罗马尼亚国防部提交的法律草案 计划将爱国者防空系统中的一套 转移到乌克兰 也就是罗马尼亚 马上要援助乌克兰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 9月2日 乌克兰总统 泽勒斯基 在社交媒体上表示 当天荷兰首相斯科夫抵达扎波罗热 并宣布向乌克兰提供 打值超过2亿欧元新伊朗的支持 用于保护和修复能源技术设施 这个彭博社报道啊 说欧洲官员预计 伊朗将立即向俄罗斯交付弹道飞弹 也就是那个巡航导弹 此举可能会促使乌克兰盟友 迅速做出反应 什么反应呢 也就是说美国恐怕 永属乌克兰用美西方的武器 打击俄罗斯的境内 260多个军事目标 立陶宛国防部长 要求北约批准立陶宛士兵 奔赴乌克兰战场 帮助乌克兰 这个立陶宛啊 他的总兵力啊 一共只有1.45万人 你说他要派到乌克兰能派多少人 但是他现在强烈的要求啊 要求北约批准 他派部队到乌克兰 帮乌克兰打战 实际上这就是 要把北约啊 拉入这个欧冲突中 直接参与 9月2号 根据塔斯特报道啊 俄罗斯总统普京 冒着被逮捕的风险啊 毅然的决然的抵达蒙古 开始对该国进行正式访问 蒙古国一战队 在乌兰巴托 陈杰斯汉 国际机场等待 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到来 关于普京这次 为什么要访问蒙古啊 这个咱们上几期已经说过了 俄罗斯的小弟啊 现在已经越来越少了 现在人心散了 队伍不好带了 以前都是跟着 地坡老人后面混的 现在都纷纷的攀高知 都远离地坡老人 有的正在远离 有的已经抱上 美西方的大腿了 一个篱笆三个庄 一个好汉三个班 现在关键是 地坡老人这找不到三个了 所以最近地坡老人很忙 周边这国家 主动的去拜访 走访 去安抚 当然了 也是宣示自己这个存在 这都是他的地盘 当然了 你走亲反友的 对吧 你主动去串门 你不能空着手去啊 对吧 这个见面礼还带的 所以地坡老人又要出血啊 9月2日 俄罗斯外交部长 拉夫罗夫 在对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 施生 发表演讲时表示 西方对俄罗斯 所采取的一切政策 实质是因为 俄罗斯过于独立和强大 西方企图分裂俄罗斯 以制约起发展 这个我觉得想多了吧 过于独立和强大 他的整个的GDP 还抵不上一个广东省 但是最近啊 西方的媒体啊 好像在发出疑问了 也就是他们在追寻拉夫罗夫的下落 过去24小时内 俄罗斯媒体多次报道 拉夫罗夫的讲话 但没有发布他的讲话视频 每年的9月1日 拉夫罗夫都会在 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 今年是9月2日 也就是说啊 这个拉夫罗夫啊 好像现在露面比较少 引起了美西方媒体的猜测 他到底什么原因啊 是身体原因 还是已经被迪波老人给他废了 还是给他控制起来了 甚至有传言说 这个拉夫罗夫被这个 俄罗斯的什么安全局给做掉了 这个都是传言啊 这个都说明俄罗斯国内的政治啊 叫波鬼云爵 非常微妙 克里姆林公发言人 佩斯科夫说啊 他说俄美关系目前出入历史最低点 他还驳斥了两国在可预见的未来 可能逐步改善关系的看法 报道称在接受俄罗斯第一频道采访时 佩斯科夫强调说啊 华盛顿几十年来一直不断践踏 莫斯科的利益向俄方施加压力 报道还称 佩斯科夫表示 在拜登担任美国总统期间 两国关系达到了破裂点 他强调通过支持乌克兰 美国政府正在表明其 对俄罗斯的公然敌对立场 恰恰在拜登总统的任期中 所有这些做法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 双边关系目前 除了可能是历史上最低水平 仍然看不到进入成长轨道的任何可能 什么意思呢 实际上就是迪伯老人本来以为 这个拜登啊软弱可欺 认为拜登是老朽昏溃 其他的政治家 舒尔茨、马克龙不足为虑 所以迪伯老人悍然发动 侵略乌克兰的战争 结果啊 恰恰与他预测的相反 这个时候拜登也不昏溃 也不老朽了 马克龙、舒尔茨也不在这随劲 然后这些国家不停的给乌克兰援助武器 所以导致俄美关系达到了破裂点 就打成这样啊 美国公然的援助乌克兰的武器是越来越先进 对吧 越来打得越远 就这样 俄罗斯上上下下 都不敢跟美国翻脸 都还跟美国两人还想叫破镜重圆 真是叫想的美 达到了破裂点 那你破裂也不就完了吗 你怕他干什么 你不就是要反美 反这个单极主义吗 要搞多极世界吗 怎么不敢跟美国翻脸呢 你看把加特老师急的 加特老师就是心心念念的 希望迪宝老人扛起反美的大旗 对美国宣战 这个佩斯科夫啊 声明说 普京访问土耳其的具体日期 尚未确定 什么意思呢 就是也就是普京要去土耳其了 现在正在协商啊 在学末 在准备 本来应该去年年底访问土耳其的 结果给耽误了 没谈好 主要是土耳其啊 把他的S400要卖给乌克兰 土耳其前不久才发错一批货 就是TB-2无人机 发到乌克兰去了 说地址填错了 本来是发到第三方国家 结果直接就发到乌克兰 你说这不是叫掩耳盗铃吗 但是不要紧 就这样迪宝老人还要去土耳其访问 就是挨了两巴掌 不要紧 因为毕竟迪宝老人现在朋友越来越少 土耳其这么有分量的 一定要过去蹭点流量 跟这个二段好好盘盘关系 拉兄弟一把 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转发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